今天這一場演講的講者是圖文抄老師 這是今天圖老師的第二場演講 也由圖老師來為我們講解MobX 跟一些核心的Observable跟Observable上的一些介紹 好 那也跟大家提醒一下我們大會議程有共筆 所以大家可以上去留下自己對這場議程的筆記 那老師可以請可以麻煩您開始了 好的 OK 看一下屏幕 大家可以看到我屏幕嗎 可以 好的 對 然後這個議題其實最早是我和Tech Query 就是和水哥 就是來一起準備的 他昨天就有一個議題是 關於開源 就開源時序那個議題 然後這個議題其實是我們倆一塊準備了 然後因為他時差比較顛倒 他一般是就是 早上八點睡覺的日後 然後 對 早上八點睡覺 然後下午四點起床 對 所以 這個議題是我們一塊準備的 然後 但是今天由我來講這個議題 對 呃 呃 那麼 嗯 就是 就講到Mobix 我們就是 呃 其實非常核心的理念 就是 就是兩個東西 就是Observable 和那個 呃 Observer 然後 然後距離到Observer這塊呢 就是 呃 那麼他是通過AutoRun實現的 然後AutoRun裡面 然後 像REAC 或者是VUE那些框架 他通過AutoRun 來實現這個Observer的這個功能 對 呃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大概就主要是 拆解兩部分吧 一個是 就是Mobix Observer那個功能是怎麼實現的 他怎麼去觀察一個Value 就是這個Observable是怎麼實現的 那麼其次就是這個 這個AutoRun 它是一個 呃 它是怎麼工作的 然後到後面 我們會有一個樣例 對 用我們寫的這個 這個 Observable和這個 Observer 和這個AutoRun 來實現一個頁面的這個 狀態管理 對 那 呃 就是 首先我們 呃 這段情況下 我們有兩種 就是 調用這個 Observable的 方法 比如說 像我們經常用到的是裝飾趣語法 就是用 Ato Observable 他們這種一般是觀察 比如說一個類上的一個 屬性 對吧 那這個類就是 這個類的 呃 它的原型就是這個 Object 然後這個Key呢就是它的屬性 所以我們用裝飾器的時候 一般就是 你會要傳它的那個Key進去吧 對 你掛在那個Key 然後 如果是 呃 這個這個首先確認一下這個 這個不是圓碼 這個是我們根據就是 我們來 就是我們寫的就是 呃 就是我們理解的這個 Observable 這個功能 我們來寫的這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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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最小樣樣例吧 對 然後 圓碼可能 圓碼會更複雜一些 對 然後受限於篇幅我們也講過圓碼 所以我們就是 今天來講的是通過這個 最小的這個樣例 我們如何來實現 MobileX最核心的功能 對 那麼 呃 剛講的有兩種用法 一種是裝飾器用法 一種是 呃 我們用回調 Observable 然後我們也傳回調 那這兩種功能我們都要實現 所以就會有 就是如果key為真的熟 我們就 呃 核心也都是這個 Watch1 這個函数 一會我們一塊看 那如果我們觀察的不是 比如說類上的 一個屬性 那我們是觀察一個對象 對吧 那我們就便利這個對象裡面的 它的建置對 然後同時也是這樣 傳到Watch1裡面去 我們再用Watch1 來觀察它的這個 Observable值 那這個Watch1其實 呃 它做的一個非常核心的工作 那麼它就是 呃 在 在 在你這個對象 呃 睡像上設置一個getter和setter 我們可以看這個Watch1 那首先我們會 就是定一個callbacks一個回調站 然後我們會用這個map是weakmap 是上面的這個 我們用weakmap 然後呢 拿這個callbacks的這個 它的回調站做鍵 然後拿這個value做直 然後我們來往下 其實主要的最后就挖圈最核心的 就是說我們會實現一個get和set 然後你去取它的value的時候呢 我們會觀察 如果你這個 我們 就是 在當我們去get 就是去取我們要觀察的值的時候呢 那麼我們會做的一個事情 就是說 我們會收集它的回調 就當你取這個 值的時候 就你觀察的值的時候 那麼會有一個回調 嗯 去收集你的依賴 因為mobiles核心就是你observer一個值 然後去收 去收集依賴嘛 對 所以這個tracking就是這個依賴 然後如果我們的回調函數裡面呢 它包含了 它不包含這個依賴的話 那我們就把這個依賴 存到我們這個callbacks的回調站裡面去 那因為這邊是 大家可以看就是一個 有個壁包 所以這個callbacks是一直能存下來 存储下來的 對 是一個 呃 一個壁包然後callbacks變量能夠存储下來 他就能通過這種方式 把依賴都 收集起來 然後最後存在這個callbacks的這個 回調站 這個 還是怎麼樣 那當然我們最後是要返回這個 它的value的嗎 你去取這個 你觀察的對象 你的value 所以你最後還是要return這個 你這個 對應的value的 對 這是它的getter 那麼 呃 然後它的setter就是呢 我們在設置它值的時候也是這樣 就是把 呃通過 weekmap的這種 然後把它這個回調站 設置它的鍵 然後設置它的值 最後呢 我們會去調用這個 run方法 然後把這個我們需要 我們收集到依賴 因為現在我們 我們是 比如說在 呃 頁面組件 我們調用了一個onclick 或一個什麼事件 然後我們去改變了這個observer的值 那改變了這個observer值 就是像一個setter 就是設置一個new 一個新的value 那設置一個新的value之後呢 我們就 首先它這邊設了一個新的value 其次呢我們就開始要做什麼 就要把它 我們之前callbacks是收集到的依賴 我們要去運行這些依賴 對吧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 要把這個callbacks丟到這個run 這個函数裡面去 然後我們具體來看run這一步 那剛剛我們已經實現 就是在這一步已經實現了 就是observer的getter和setter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是要去 怎麼去 就這些質變了之後 我們去處理這些依賴 我們去 呃通過 收集到依賴 然後掉這個callbacks的 呃 這個方法 然後我們去 重新渲染月面 對吧 那麼這裡面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比如說我們這個 我們現在設置了getter和setter 比如說我們在 一個函数組件裡面 我們在一個類的組件裡面 在render函数裡面 那麼我們可能引用了abc 對吧 this.a this.b this.c 那我們this.a this.b 和abc都改變了之後 那麼會觸發三次這個set 對吧 那其實會觸發三次set的話呢 這邊就相同的 會用三次run 那其實這樣的話就是在這邊 性能是肯定是不太好的 因為你abc都在一個類的一個run的函数下面 那你abc都改改變了 但是你觸發三次run 那所以我們應該是要就是做一個一個處理 讓它就是只掉用一次就可以 那具體是什麼實現呢 看我們的這個run函數裡面 當我們set一個new query的時候 然後我們開始run這個 我們這邊收集到依賴像 然後在這個收集到依賴像裡面 我們就會做一個這樣的操作 首先我們要把這個running做一個平鋪 就是我們所有的這個callbacks 你收集到依賴你做一個平鋪 就是做一個去蟲 可能你this 你這個this.ac.bz.c 你收集到的依賴的時候 你要做一個平鋪去蟲 然後這樣的話就你的依賴就都是獨特的 不會多次掉用同一個依賴 對這是一步 然後另外一個我們還要做的就是說 還是我們暫時還沒有解決我們剛剛要用到的這個run那個事情 就是說我們會觸發很多次run 那我們現在只想觸發一次 那在這裡我們做的處理也是就是 在這裡面也有一個b包 然後這個running也是通過b包的方式存起來 所以我們會首先用promise的方法 然後用或等於 然後來複製一個next tick的這個一個值 那只有當這個next tick它為undefined的時候 那麼我們會用一個promise點證來獲取 所以比如說this.a它 開始拉起這個run的時候 那這個next tick它就會複製為promise 那這時候別的就複製不了 那別的就是next tick就是沒辦法複製 因為這時候next tick已經是個promise 那我們接著往下走的時候就會發現 我們就會把這個callback 把running裡面我們收集到依賴 然後一個一個做回調做循環 然後來把所有的這個我們收集到依賴 來運行一次 最後呢把這個next tick就是為undefined 那這樣的話 我們this.ac.bc.c 這裡面我們掉的run 那其實到最後就是他們重複的依賴 就會在這個running裡面這個被頻鋪掉 而且呢就是不會多次掉用run 我們最後到這邊我們我們的依賴不會被重複掉用 就this.ac.bc 他都用到了這個依賴 他都收集到這個依賴 但是這個依賴不會被掉三次 對 然後就通過這邊的這個b包和running的一個存儲 還有這個next tick 複製為一個promise 然後來實現的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實現了這個 這個主要的功能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們 就在網上講 對 那我們整個來過一遍的話 那其實 過一遍的話我們就是涉及到outrun 那麼在像reactor或者是很多vue那種框架裡面 比如說我們在outrun裡面 我們會掉用這個callbacks 我們就可以理解為 比如說reactor的rendor函數 那我們會在這邊渲染 對吧 那之前 就是你在absorb的時候 你已經你已經設在get和setter 對吧 然後你做渲染的時候 你掉用reactor的rendor函數 那你就會 你要去取這支 所以會觸發這個get 那觸發的get呢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outrun的時候你先 會把你就是 你這個callback 就是說你要 你掉用的那個reactor Render 我就是這個 哦 對對是是 好的謝謝 謝謝 是 是 這是reactor的rendor函數 這是你收集到依賴 然後你會去掉用這個依賴 那掉用這個依賴你要 你如果引用到那些值的話 ABC這些值 那麼你就會 觸發這個get函數 那觸發get函數之後呢 這邊就可以做依賴收集 這是我們剛剛想到的 那麼 在這個callbacks裡面 我們就把這個 我們收集到依賴 付出到這個callbacks 這個回校數字裡面去 那麼最後在這個callback 進行完了之後 我們又把check-in收集為indify 對 就這樣的 通過這個outrun的形式 然後我們來 就是實現了這個observer 然後observable 對 你先去吧 你先去吧 對 然後 呃 就整個流程大概就這樣 那我們看一下 呃 最終我們的一個 我們來寫一個結果 一個樣例 對 然後這個呃 這個樣例呢 就是我 對然後這個樣例大概就是 呃 就非常簡單 就是一個observer值 然後觀察了time 呃 首先這是一個 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有兩種用法一個個 然後 你通過 装飾器你就觀察一個類上的屬性 對吧 然後另外一種情況就是說 像這樣的 你去觀察一個object 一個data 然後這邊有個count 那最後我們outrun的時候呢 就是相當於react的 呃 render 或者測量的函数 對吧 那你 你掉outrun的時候 那裡面這邊這邊的callback 你的function 就會去触發 你要去 取這個data 上的count 和取這個close上的time 那你去 取這兩個值 那麼就觸發了我們剛剛 我們設置的那兩個getter 對吧 那兩個getter他就會去 會收集這個依賴 那收集了這個依賴呢 就是把這個保存權 那最後我們在頁面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unclick事件 或者是這個time 他會就是 呃 這個時間會增加 對 然後這是一個觸發 然後我們點擊也會觸發 比如這個事件觸發 改變了之後呢 改變這個count和time 那就會觸發他的set 那觸發set之後就會 我們剛剛就看到 就會 通過set裡面的回調 去run這個callback 去允許我們收集到的依賴 那麼 我們收集到的依賴就是這個渲染函數 然後他在這裡面做一個去蟲 就不會 多次掉用這個run 那麼這就是整個 就基本上 mobx observer和observer的一個 一個功能的實現 對 然後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最後的一個圓碼 也是可以看到的 這樣 對對對 這樣 因為呃 code pen他不支持 就是你從別的js文件裡面導入 所以我 呃 所以這邊 observer和autorun 這都是通過 我通過臂包 然後這樣引路 然後這個代碼跟上面的是 沒什麼區別 這個console 就map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呃 weekmap 然後來 對就checking和running run 呃 對核心大概大概就這樣 首先就是在watch1上設置的getter和setter 然後getter是收集依賴 setter呢就是做回調 然後run這步呢就是主要的一個作用 就是做一個 依賴的去蟲 讓你就是多次掉以同一個run的 這樣性能肯定是不好的 對 那這就是我們第一個最小實現 嗯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這個 就是 你點擊就會增加 這也是 我們就是實際上最基本的功能吧 就是movex 嗯 好那謝謝老師 那我們這邊 有同學有一些問題 好的 欸你好 好謝謝您的這個 這個講解 那我對movex沒有任何的這個使用經驗 不過我想要請問一下針對 首先你在做 依賴性的這一個 的組成的時候 它看起來是沒有對 依賴物件裡面的屬性做任何的拆解 所以 當你在不同的物件有 有寫出依賴關係的時候 不管它的屬性之間有沒有依賴性 都會被呼叫到 是不是這樣子 你說的屬性是 呃 譬如說 例子的是光是氣 比如說 它類上的屬性是嗎 然後還是說 呃 例如下面的例子裡面的 時鐘它有一個 呃 它有一個 呃 對就是它的時間會一直更新 那假使你有辦法做一個樹狀結構 那樹狀結構上它 呃 也許它會有刷新 不被顯示 或者是 呃 我現在想不起一個很具體的例子 可是有沒有情況它會有一些 呃 呃 其實屬性沒有相關性 可是會造成整個樹都要重新 呃 爬起這個樹 每一個依賴的callback 都要 都要附加一次的情況 我的理解正確嗎 呃 我想看 嗯 我們 呃 就是 我想看 我想怎麼說 就是 首先我們觀察的是 呃 class 或者是一個 class的屬性 或者是一個object的話 呃 那 其實最重要的過程就是 收集 依賴的那個過程 你剛剛 你剛剛 你剛剛的意思說就是 你在這個收集依賴的過程裡面 那可能 比如說 ABC 它 對呢 也有可能是ABC 對於一個 對於一個依賴 也可 也可能是 呃 ABC 分別對於不同的依賴 是 呃 您是這個意思嗎 還是說 呃 我再理解一下 您剛剛說的 樹狀依賴就是說 我想樹狀依賴 就是它 呃 那我這樣理解一下 就比如說你的意思是 你現在有 三個組件 然後這個是鍵套的 大組件裡面套小組件 套三個組件 那現在的情況是 你這個大組件裡面的 你頂層的這個副組件 它要觸發它的Render REG Render 那你的意思是 觸發這次Render之後 下面 也會變化 對嗎 就是整個這個數就變化了 就是ABC A在副組件 B在直組件 C是直組件 更直組件 那你 那你觸發了A的變化 所以BC也會變化 呃 我理解 您是這樣的意思是嗎 聽起來是 是這樣子的 那問題是 你出情況應該 請說 對對 沒事 你說 所以也就是說 你有一個大數 這種情況下 因為 就是 不好意思 沒關係 那請說 對 你先說 你就是這種情況下 因為 ABC的話 就是你A B和C就是 你在B組件 和C組件上 你都可以加一個 Observer 就是你都可以加一個觀察者 就是你 你這個 A的觀察者 你觀察A B的觀察者 觀察B C的觀察者 觀察C 所以 就是不會說有一個數狀調用 因為你這個B組件 B 就是 那個B組件 你在A下面 是A的副組件 你是A的直組件 但是你B 你是Observer 你在內部你是Obsorable 自己的 就如果他不是觀察一個Model 就我們不是一個拳擊 變量一個Model 那我 我不是觀察一個拳擊狀態的Model 那麼 我 我現在 那其實跟State 其實非常像 就你在一個 Class B組件裡面 你 A的Observer 然後A的Obsorable 你觀察者 觀察一個可觀察的變量 那它其實就跟State 就跟Reactor那個State 非常非常像了 那其實就是它 一個內部的狀態 那它就 那它自己維護自己的內部狀態 那你可以理解為 就是這個 當這個Render 重新渲染的時候 那它通過這個計算就會發現 這個 這個 B組件它是不需要重新渲染 因為它的 內部狀態沒有變化 好 我大致上理解了 那 只有 我 如果以React來做比較的話 我這樣子理解是不是正確的 React會替你 利用你在 JSX的DOM結構上 替你去做相依賴性的 的拆解之後 直接把這個 這個 依賴的樹狀結構建構起來 不過 在您目前的這個寫法裡面是 開發時間的時候 會把相依賴性 用Observer 的這個Decorator 去宣告出來 所以 變成是 開發者自己去 maintain的一個相依賴性 我這樣理解是正確嗎 謝謝 就是 就是 就是React它也是 就是 計算的DOM變化 就是在我們的這個 直組件 Plus裡面 就是我的狀態沒有變化 所以 B組件它是 就是 B組件的Render的那個 調用它是不會被重新調用的 嗯 就是 我想看 你說的這種情況 我可能再 我可能要再想想 我不太確定我是不是很好的 呃 我理解你的問題 對 不好意思 對 那 就是 其他人有問題 那 那 就是 其他人有問題 嗯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 MobX可以把 因為我們在 在實際在開發的時候 在React裡面 很常遇到 就是譬如說 指層組件跟 上層組件 它的狀態 會互相影響 那 MobX可以做到 就是 它每個 組件的狀態 是各自獨立的嘛 就是不會 因為上層的 狀態 而影響 當要傳 probs到下層的時候 它就會 影響到下層的狀態 這樣子 然後 又可以做到 就是 部分的狀態去影響 下層組件的狀態 這樣子 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嗎 哦 我理解你的說法是 就是 在React的那個層面 就是說它的 呃 副組件的 就是它是 從上網它的數據流 它的State會往下 一直傳傳 所以你的副組件的一個 State的改變了 那麼下面的 直組件都會 跟著渲染跟著改變 對吧 就是 哦 對 但是MobileX這個 基本上它的狀態 都是全局的 就比如說 你在model裡面 設置的狀態 那 我們一般就是 從model裡面去 取這個狀態的時候 那 其實大家都是 都能取到的 這是一個全局的狀態 但是當然我們會 開嚴格模式 就是說 你在試圖程 你是不可以更改 你是不可以更改 這個 你是不可以直接更改 MobileX的這種 這種變量的 就是你不可以 直接更改 那個model裡面的那個 狀態 我們一般會 調一個方法 就你在試圖程 你只調方法 你會比如說 調什麼 這個 或者說 或者說 比如說我們這個 開源社 我們這個 開源社 這個 開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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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例上面 比如說我們 Absorable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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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组就是叫 Activity数组 那我们在 我们视图层这边 我们去引用这个 那个开源设点 Activities 那现在它是空的 那我们怎么改变它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调接口 比如说 This.Get.Activities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数组 就是达到 我们一般 我们就 我们这边一般用 MobEx都是开研个模式 就是说你 别再 不要在视图层 你直接去改变这个变量 不要在视图层 做This.Activity这种事 这种事都 就放在MobEx那层 那这样它 作为一个全聚状态的话 就别的资助线 不会把它给搞乱 然后呢 就是 它作为一个全聚状态 就好的关系 就是 比较好的就是 大家都可以取到 大家都可以用到 就是 就是比较好通讯 那 比如说 我觉得在 Reac那块的话 比如说资助线和资助线之间 通信是很麻烦的 对 你资助线和资助线通信 你要通过一个节点 一个就是上面的一个负节点 你这样 有个数据流 你这样给它传过来 对 那MobEx就是 它将来是全局的一个可变的 就是全局可变的一个状态 那 而且 我觉得它写法比那个 我个人感觉就比State好用 好写一点 用Can Exist点 什么什么 那这样子的话 跟 Use Context Reac里面有个Use Context 跟 差别在哪个地方 你说的是Use Context 加 加 加Provider Use Hooks 对 对 对 就是它也是可以影响全局的一些在设定状态上面 它也是可以把这个状态设定在最上层 然后在任何的直组件也可以使用最上层的Use 就是Use Context设定的这个状态 这样子的话ModeBest跟Use Context差别在什么地方 其实首先我Use Hooks 就是Hooks那种写法我用的比较少 但是我理解这个Context是不是要注入一个Provider 就提供那个Context 没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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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比如说 那你Provider注入的话 你是不是比如说如果有全局的Provider要注入一些 就是比如说你Theme就是你的主题之类的 然后比如说到另外一个层级是不是要注入新的Provider 就是我用的比较少 但是听刚你的描述好像也就是目前看来是可以实现这个Observable的一个全局的状态的 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本质的区别就是MobileX是可编的状态 就是像React我们这种取这个 就是在我用React 我比较少的用ReactHooks的经验里面 就是React的那个状态是就是它不可编 它是得用this.setState 或者说比如说我们在用用Hooks的时候 比如说Tons的什么A setA等于一个UseState 那我们这个A setA 那其实比如说我们在一个EnsembleMeat的时候 我们调用了这个SetState 这个用调用了这个SetA 然后这个A是不会变化的你知道吗 当时我在用Hooks的时候我就去对这点我理解 就感觉好烦我的直觉就是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个form表单 然后我在EnsembleMeat里面 我会触发一个就是这个表单变得dirty了 那表单变得dirty了 那我会做一些比如说表单验证 那其实你在EnsembleMeat里面 你用SetState的这种方法 你用SetA等于一个new的值 你Set的这个form变dirty了 这个form dirty 那它不会变化的 我就非常震惊 是是是 对就是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就是我觉得它们两个最大的区别 还是就是Mobix是可编的状态 但是React的这个Hooks 好像是不可编的状态 所以它有倾向于用SetState的这种方法去回调去 我理解了 好那谢谢老师今天的分享 那同学的问题差不多就到这边 那就谢谢老师 好的 好的 谢谢大家 然后我之后会把这个也分享到那个文文道里面去 就是 呃 这个PPT 对 包括最后这个样力的这个圆代码 嗯 好 好 好 那就谢谢老师 好的 谢谢大家 那老师再见 拜拜 嗯 再见 我爱他呢 我爱他呢 再见 我们再来试着 我们再来试着 咱们一边